美国中部时间17号晚上的8点左右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的9点左右 美国德克萨斯州维克以北的一座化肥厂发生了爆炸 并且是引发火灾 据当地的媒体报道 爆炸造成了树洞建筑起火 现场冒起了浓烟 那爆炸造成了当地几个社区断电 几公里外都能够听到爆炸声 那当地医院说爆炸和火灾可能已经造成了至少100人受伤 还有报道称现场附近有一座养老院和公寓楼 有人被困 警方已经封锁了道路 在组织人员疏散 在医院的人员尚未赶到前 当地巡警紧急由警察把伤员护送到医院 那么有关最新的消息 我们来连线本台驻北美分台的记者王冠 你好王冠 主持人你好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你了解到的有关爆炸的最新的消息 是的 大约爆炸是发生在美国东部时间9点左右 也就是北京时间的上午9点 就是两个小时之前 它发生在德克萨斯东部 也就是离休斯顿 达拉斯等主要的城市 并不太远的瓦克市的北部 目前我们可以看到直播画面当中 这个火焰仍然在熊熊烈火 仍然在燃烧的过程当中 旁边有很多树 其实这个化肥厂旁边有两个主要的建筑 一个是养老院 一个是学校 我们最新收到的消息是这个养老院已经坍塌 而且困在养老院里面的人数 现在我们还无从得知 但我们知道在养老院里面 通常在美国50%以上养老院里面的人 都是90岁或90岁以上的老人 另外我们知道现在有2000户人 附近的人已经断电 因为我们知道每天美国的电路 很多时候电线是搭在室外的 而且还有上百人受伤 目前伤员正在赶往医院 他们有的人是通过当地执法部门的 消防车急救车 有些人是租用私人的直升机 目前当时第一个打出急救电话的是 在8点15分 也就是离现在大约两个多小时之前 在中部时间 也就是东部时间9点15分之前 第一个病人就得到了救治 我们现在不知道这是一个孤立的事件 还是与其他的事件有关系 但是我们知道的是 像这样不幸的事件 仍然在接二连三的发生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熊熊烈火仍然在燃烧 我们的消息源当然是当地的电视台 WCHA 目前我们对动机 还有对这个耗费场 为什么会着火仍然不得而知 现在至少有六架当地执法部门 还有联邦执法部门派出的直升机 已经飞往了现场 在这个现场附近 大约16英里 也就是30多公里旁边 有一个足球场 现在这个足球场当中 当地执法部门 已经搭建起来了一个临时的救助站 在当地进行紧急的救助 关于事态最新进展 我们也会进一步向您报告 好的 谢谢我们的记者王冠从前方发回的报道